來看各位信用品頂機構 宣布跟美國的信用品吉 對三個港一吉 變二個家 理由是因為過去的二十年 美國在政府的地理一直在奧化 因為美國的信品向條港 也作為美國的國旗大了 是最近五個月表現熊賣的時候 結果以及美國在未來的三年 在政府會繼續奧化 政府的政府也一直很高 這也是在2021年標準破裂 跟美國的信用條港評定 第二次又還有信品機構 跟美國預讀三個吉准 現在就像美國國旗還有機會 跟美金目都受到影響 早上特供基礎也有三百多點 早上立法萬七點的台灣國旗 今天是因為放風台下 所以休息一天